可以設這樣除錯啊 除錯我都會這樣 第一次我跑一定不可能一次到位一次完成 所以執行下來對不對 那我就讓它中斷到這裡 因為這裡是關鍵的地方 那關鍵的地方之後呢 我游標就可以放在上面 先看一下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現在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放的是3 隔壁這裡是放什麼呢 放4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之間有什麼差別 後面那個是有雙椅套有沒有 前面有沒有雙椅套呢 沒有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其實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 資料不一樣類型 前面是放數字 後面是放文字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啊 你就是轉換嘛 兩個都轉換成一樣的類型 兩個都轉換成數字再來比對嘛 那要做那個轉換的方式的話呢 就會有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其實有同學問到說 其實在那個 就被這個說明裡面好像也有 你可以叫 看叫什麼 轉換 你打個轉換看看 轉換 轉換這邊有一個 或者是叫做 其實 這邊有很多函數 或者叫 數字 它名稱呢 有 它的 這個VAL也可以的 或者CINT也可以 那這裡沒有CINT 就是從這邊可以查得到 像CINT 我這邊要講一個CINT的函數 怎麼變淡 那CINT是做什麼用呢 C的話就是Change INT就是呢 轉換成什麼呢 INT的格式 CINT 看 沒這個函數 CINT 好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這邊找不到 或者VAL 看一下 VAL 好有個VAL函數 找一下 VAL函數做什麼用呢 它會把 你的裡面如果是字串 它會把它轉換為數字 那你就可以怎麼做呢 我用VAL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在 Sales前VAL 刮弧對不對 再把這邊把它轉換 刮弧 就是前後 刮弧起來 然後後面的話也VAL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本來就數字 那轉過來數字還是數字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你本來是文字